由国科会委由台大地科技以及东华大学针对去年918强震 在玉里镇民广场开挖地震断层沟槽研究调查报告出炉了 后续沟槽县地是否复原还是地方期盼能够成为地震地址的环教场域 台湾调索观光局花东纵管处也乐见 但由于推动作业以及后续围管问题 玉里镇长龚文俊保守持观望态度 历经半年的开挖研究由国科会委由台大地科系 积极东华大学针对去年0918强震 在玉里镇民广场开挖地震断层沟槽研究调查报告出炉 透过断层沟槽的开挖研究深刻了解玉里地震带的独特性 玉里镇民广场提供我们的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在都市里面的一个地震断层 它发生断裂以后的遗迹能够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个地方 其他地方要保留下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是玉里断层跟玉里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 这个开挖研究告一段落后 未来所开挖的断层沟槽是否覆盖恢复原地貌 亦或者地方呼声高 期盼成为地震地质环境教育场域 成为玉里镇新的观光亮点 观光局华龙众管处乐见其成 未来的断层沟槽在哪里 也给我们议证一个教育 再一代的教育 有效 然后点换 如果看到教授这边 方便的研究能够 针对我们的这个 议证这个断层沟槽的这个防止措施 或是怎么样去做 有一些特殊的做法 以后都是成为一个故事 那有课来 观光课来到这边 基于调查研究以及安全考量 台湾多数开挖的断层沟槽 多数都会覆盖复原 目前全台仅有0921地震 造成台中的车龙浦断层保留 发展成为断层保存园区 而这一次在预理证明广场 开挖的断层沟槽 是否也能成为玉璃镇 地质观光新亮点 台湾地调所保持乐观态度 等到我们经过多年的这样思考 跟观光局跟名物局 被一个观家学者讨论了解之后 其实未来玉璃是可以考虑把这样的地质资源 跟我们的文化 地方的文化结合在一起 去发展我们政府现在所积极在推动的地质公民建校 由于地方各界期盼 能够成为玉璃镇未来观光新亮点 也因此玉璃镇公所今天下午就特别邀及产观学界代表 与在地乡亲民众报告 就断层沟槽未来的处置发展 大家及时广益 所以现在这个潮风挖开了之后 未来该怎么做 现场也有谈到说 那个把它保留下来 那边把它盖个铁鱼屋 让人家能够看得到那里面 但是这个做了以后 马上会呈现一个什么 它的共同工研 后期都会已经没有掉了 没有掉了 从那个操场中间 搭一个铁鱼屋在那里 而且在做了以后 万一如果大水很大 那个水 因为王教授也告诉我 他说如果盖了以后 那就没有保存好 会怎么样 花美 甚至会泡水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量 而且后续 后续未来的环养 而且不仅仅是环养 遇下好 如果说那个是一个商机 但是那个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必须要有人来做什么 解说导览 这对异理才会有帮助 所以我们会讲说 未来的异理 是不是能够让它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玉立镇公所 透过了这一场 玉立镇未来新亮点 断层潮沟地方说明会 听取产官学界的调查报告 以及地方各界代表 详情民众的新生建议 玉立镇长龚文俊 肯定玉立镇断层沟潮 成为观光新亮点 但对于推动 以及后续围管等问题 前头万序 镇长态度谨慎 抱持观望 记者是玉兰玉立镇采访报导 对于是玉兰玉立镇的 对于是玉兰玉立镇的 对于是玉兰玉立镇的